b 名牌會聚.JC White House 早安 早安 我知道現中很多事相說, 十大啥甚麼 十大啥甚麼 例如香港的勁歌也有十大功 金曲有十大 很多事情都有十大的 珠岡小姐有十大 現在最流行的是買房屋也有十大 十大甚麼? 十大風水原則 原來今天的嘉賓會跟我們說 購買房屋的十大風水原則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 加拿大國際風水命理研究中心的 命理專家劉雪坤先生 跟我們說說買房屋時 有甚麼十大風水原則 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早安 劉先生 謝謝你來 我想問問你 現在說買房屋時 很多時候我們說一定要左北向南 那個方向很重要 不如我們說一說 十大原則裡第一個原則究竟是甚麼 各位朋友 早安 早安 嘉賓有機會跟大家學習研究一下 風水十大原則 很開心 是 因為很多朋友平時問我 現在很多人想買房屋 是 他的風水有很多人想買房屋 有個八閘風水 八閘風水 他認為生氣 燃煉 天衣 這些就是黃 燃煙飛升 東延八雲 東延八是最黃的 九一是未來生氣 而這些魚的座向都是黃的 甚麼叫九一 下源八雲是2004年到2023年 這20年是唯一的運 現在行道叫做下源八雲 八字很重要 現在買甚麼好 八字最黃的20年 八零八雲 不過這些風水原理 你說得容易 你喊兒的時候 一定要請占有師傅 和你參加一下 那這些座向當旺 這些旺丁旺財 就等於好屋 是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坐向當旺 第二大原則是大門立吉 甚麼叫大門立吉 這間屋有一個門口 大門口就像人的口一樣 用來吃東西 屋的門口就用來吸納氣場 氣場吉 進入屋裡肯定吉 所以門口非常重要 即門口的方位 方位很重要 你一向旺氣就吃到旺氣 旺丁旺財 所以旺這個旺字也是這樣 大門旺向也很重要 如果那個大門的方向 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那有甚麼方法令到… 這是很多方法計的 但是大門不合格 起碼少了30分 既然楊則三要 一個是大門口 第二個是主人房 第三個是廚房 一個不合格 起碼就不見到30分 那多少分為滿分 對 100分 100分的風水基本是沒有的 但能夠七、八十分是不錯的 那做鐵閘、木門不關事 這不關事 甚麼是除了做的 旺向最重要的 沒有了30分也很厲害 對,沒有了30分 好,接著第三個 另外第三點就是依山靠水 經常都是貝山 貝山、沿海 最好 是嗎? 那這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樣的 因為中國的風水原則 有一個原則很重要的 就是依山蓬水 二就是依靠的意思 過去我們鄉村的房屋 大家看都是對小山坡的後面 就是後面有受力的山峰來撐腰的 是 那城市就沒有這些可能 但起碼後面有根屋 比你自身的屋大一點 那這些就作為靠山 靠山得力的 那些貴人得力 特別是打王家公 這些人的上司、鞋旗 貴人多多 有些朋友買屋 他們不注重這點 後面是廣場 他們以為是兇爽 這些是不好的 就是由後面是兇抗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好 沒有靠山 休息的 就這樣了 它 demands Hero 就是靠自己 同時風風風把頭趁著 就在身頭 começo緒的 不醉慄 這些房屋 我起碼都不佔30分 那對啊 這樣子學、、 真的很厭份 沒有後面像多 沒有60分 這很重要 好 然後那個就是龍膏斧嬛 什麼叫龍膏斧嬛 龍斧 我們平常用的鞠躍 就是面向門口 背後的後压 面向門口 左手就是青鑼 右手白虎 左青龍,右白虎 是的,大家都知道 青龍是貴人 青龍是貴人 黃丁 白虎一般是兇殺 小人比較多 但白虎是女人 中國的傳統社會 男旺比女旺更多 所以要求青龍比白虎強一點 龍強虎弱 龍高虎低 現在調轉就不好了 右手邊突然起了高樓 左手邊很低 她不是說女人東家的問題 小人東道,是非多多 影響身體健康 即是左邊高一點 就好過右邊高 是的,基本原理來說 所以買樓的時候大家自己… 看看屋頂是否高你一點 那條馬樓 還有左樓又整個房屋 就看自己的位置 龍高虎低 龍長虎短 龍長虎弱 明白 那我知道你第五點 我真的不明白了 看完之後 叫做不犯刑殺 甚麼來的呢?師傅 刑殺是平時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電燈柱衝至門口 是 衝心殺 玻璃牆 一公照著門口 是 這裡是公殺 有個反攻的馬路 原型的公尖射至你 這裡是反攻殺 地下停車場 村底 這叫做千參殺 村參殺 兩個樓中間有一條縫 對著你屋 這叫做軒斬殺 大家平時都知道 這些殺對屋內的呼吸感情 財運、事業 甚至健康 都會影響 這一點真的要留意 所以這點買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好 師傅跟我們說了五大原則 還有五大 我們什麼時候再說呢? 大家要留意了 我們先買個關子 買個關子 因為下一次時間 就是這麼多 所以下一次 我們再邀請劉師傅上來 再跟我們說其他五大原則 好 今天要多謝你 多謝師傅 謝謝大家